人类处于紧绷或是紧张状态时 会分泌压力型荷尔蒙 长期将造成心血管等各种器官的慢性发炎反应 如果你长期的可以获得舒缓的话 让腹胶感神经兴奋的话 那减少了压力荷尔蒙对我们身体所产生的影响 这个可以减到最低的情况下 就让我们身体的一种发炎反应可以下降到最低 进入树林里顿时觉得身心舒畅 根据美国一项研究发现 接触绿色植物能减缓生理年龄的衰老速度 使人们的平均寿命增加2.5年 可以尝试的是在户外走的时候 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或是远方的一个绿色 那其实会让你整个身体好像有一点开阔 你的心境会开阔那种感觉 无形当中你本来很紧绷的一个情绪 就会获得舒缓 森林里面最常见到是阿法派锡 或者是阿法松油铁这类的所谓分子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放松 呼吸道的一个清理跟镇定 经由呼吸道会进入血液循环 所以你会觉得有很多的一些疼痛不舒服 会跟着改善 大自然是治疗许多疾病的良药 除了减轻压力 更能改善噪音及空气污染 我们现在全世界癌症第一名是肺癌 那目前也认为说空气污染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因子 那所以当我们绿色植物 可以改善你的这个空气品质 就会有帮助 多处在绿色空间 将使得人们获得更大的幸福感 情绪不再低落 大爱新闻蔡片宇 林里简缘辑 台北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